疫情影響生活 但也帶動數位轉型及虛實整合 共有30家廠商 響應資訊樂展覽 在台北世貿藝館設攤 而這次聚焦在 元宇宙主題的部分 其中像是四大類型火災 使用滅火器 及機場空測駕駛 就已經能夠透過 虛擬實境完成訓練 那我們最主要的精神是 可以在短短15分鐘內 不管是小學生 國中高中生 或者是一般的上班族 你可以短短15分鐘內 學到運用滅火器的相關知識 包括了四大類型的火災要怎麼滅 以及七種SOP怎麼使用滅火器 尤其在機場的空車模擬駕駛 我們提供了12種不同的車輛 它可以透過我們虛實整合的 駕駛模擬器 它學習到怎麼在機場裡面開車 未來可以朝向數位考照的應用 疫情期間遠距教學是常態 但學生難免容易分神 就由廠商設計元宇宙學院 就連學生是否有認真上課 或離開位置太久都能察覺 這款元宇宙學院能讓老師與學生距離更近 線上教學平台更活潑 線上教室其實現在是採取比較實驗式的方式 所以我們目前跟新北市的合作 是讓新北市的一些學校取得我們元宇宙的帳號 讓這些學校自由自在地去根據自己的課行 根據自己的課堂去使用這個教室 資訊月展覽盛大開幕 從即日起到11月13號 各個單位秀出數位科技實力 讓民眾瞭解最新數位趨勢 政府推動數位轉型 也期盼能夠吸引更多的商機 人據衛視 曾經家吳志恆 台北採訪報導